記者探訪中國古典工藝家具之都 不見先有 先做家具產業 抱團踏上轉型之路 有225家企業 大家下去可以相互銷售 把這個銷路打通 有為政府推動有效市場 傳統產業如何再度擦亮金子招牌 它不僅是發展了一個定期的產業 它實際上是同時還對一個地方的銀杉環境 就因化銀杉環境 那麼做出一個非常具體的深度的安排 歡迎收看經濟半小時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經濟半小時 我是張靖 今天我們來關注一個 中小企業特色產業集群的轉型實踐 2023年 先由縣先做紅木家具產業集群 入選年度福建省中小企業特色產業集群 這個依靠傳承千年的傳統家具製作工藝 而發展起來的產業 是當地的傳統優勢產業和重要民生行業 而先由這個小縣城 也是我國紅木古典工藝家具的主要出產基地 然而老集群卻一度遭遇市場寒流 破局的良方在哪裡呢 我們一起來看記者在一線的調研 農曆二月初二 龍抬頭的日子 儘管莆田下起了大雨 卻依舊阻擋不了當地老百姓 好極力的習俗 在福建省莆田市鮮油縣 大多數紅木企業都會選擇在這一天開工 圖個好彩頭 木雕大師于元俊和幾位企業負責人 在討論今年的開年雕刻大作 他們要做一件12米長的木雕 以木為止 以刀為筆 這件巨型木雕需要像徐元俊 這樣的五位分移傳承人 一筆一刀雕刻三年之久才能完成 我們這個紅木家具最核心的東西 就是氣勤做好 材料用好 然後那個我們用工用好 木頭經過我們手工去做 把它創造 把它改造成一個 有價值核靈核線的東西 紅木是我國高端名貴家具 及工藝美術品的主要用材 2018年7月1日開始 執行實施的紅木國家標準 將紅木劃分為二棵無數八類二十九種 包括了紫檀木 花梨木 雞翅木等等 胡田市仙油縣地處梅州灣南北岸結合部 雖然當地並不產紅木 但卻是全國最大的紅木古典家具生產基地之一 融入了傳統國畫藝術 雕刻藝術與家具製作的記憶 在南宮巧匠的精雕細琢之下 鮮油的古典工藝家具 因獨特而精湛的風格被稱為鮮座 它源於唐宋 新年明清 盛於當代 與金座 蘇座 廣座家具 並稱為中國明清古典工藝家具四大流派 鮮油也被稱為中國古典工藝家具之都 20年前剛剛起步 市場一片紅火 我們先做應該說是後期之事 但是正是我們的後期之事 現在倒是在我們紅木家具的這個 在高端市場這邊我們漲了70%的份額 從2003年開始 我們就開始發展紅木的古典家具這個產業 那時候估計閉著眼睛都能賺錢 以前是一個很貧困的現場 很多年輕人就是上完大學之後 都要跑出去就業 打工什麼的 這個行業興盛起來之後 很多年輕人都回來了 我回來的時候是從七八千開始 那時候我在日資企業 當月薪也大概五六千塊錢 一時間中小企業 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從鮮油縣城的里城街道到榜頭鎮 鮮座古典家具製作核心區 主要銷售區沿三條雙向六車道兩側 铺展開來 從2006年到2013年 短短八年間 工藝美術茶葉產值 從五億元飆升到兩百億元 這三條大道也在2013年 統一改名為紫檀 紫檀 紅日之首 這一名字的變遷 也印證著當年生意的如日中天 成為國際的經驟章 你以後一做好還沒成品 就是給你訂好 訂金下來訂金 馬上就一成品馬上拉走 那個時候是自比就封口的時候 不從賣 不從賣 那個當時不從賣 不從賣 然而一度高歌猛進的市場 在2014年風雨突變 多重因素疊加之下 國內紅五點家具市場 出現明顯降溫 量價齊電 傳統粗放的產業模式 面臨著榮峻的考驗 寒潮之下 蛋糕變小 內卷家具 如何尋求過局 成為了當日之計 這些傳統產業 對當地的經濟發展 對當地的勞動力的就業 對當地的整個產業的這種推動發展 實際上是發揮主力軍的作用 行業耐卷 競爭太激烈 面對這麼多的問題 公益美術產業作為我建的 私塾產業 特色產業 以及文化產業 我們不能措施不管 楊旭所在的 先有限公益美術中心 專門為從事公益美術的企業服務 為此它經常穿梭在各個紅武家具生產企業 了解企業的難處 總政策皆難題 對於中小企業來說 資金是最為常見的瓶頸 而對於紅武家具行業來說 這個問題更為棘手 這紅武家具資金責任 還是比較大的一個行業 因為什麼 你要庫存材料 所有材料都是價值比較高的 你現在血液紙堂 一多都是白寶紅一多呢 你到紅燭是一多二三十五 還有你如果是花禮就更不要收了 做一件好的產品 一個週期最早是大概1點之前 因為很多中小企業它自己的不動產 比如說廠房土地有限的話 這又限制了它們這個融資的能力 紅木行業它可能更多的是木頭 或者產產品 這種就是非標準化的 不是這個不動產 因為木材來自家的話 這期間監管 由誰來監管 這個難度是比較大的 銀行它沒有這個條件來監管 導致這個融資是比較難的 以金融源頭活水 激活迷影經濟的一池春水 2021年 先有限人民政府 發布了先有限白寶丹 企業政策性融資擔保工作方案 為有效抵制壓品不足的 白寶丹企業 新增融資時 提供融資擔保服務 風險由提供融資的銀行 承擔20% 現融資擔保工資 承擔80% 政府為企業的發展 承擔大部分風險 為眾多中小企業 解決了人為之計 這個建築 真的是極之一 待會有空 你這邊就是看看 它裡面有一些內容 包括我們現在是300萬 然後如果有兩個的共同華人 可以增進到500萬 我現在的課題副有聯絡多家 在正常過程中 他們的產品積壓 原材料的積壓 半成品及成品的積壓都比較多 那針對這一現象 我先出台了白名單的政策 也解決了他們在正常過程中的 融資難的問題 實際上白名單不光是為品質好 口碑優的中小企業 降低了融資門檻 融資成本也降了下來 一來擔保費由政府財政支付 二來對於白名單上的企業利率 也更優惠 政府它通過這個白名單企業的機制 它其實是從這個融資稅收 還有這一些企業的 比如說技術升級改造方面 都給它一系列的這個幫服務 以我這個資料來看的話 因為目前已經做的存量 應該有60戶左右 這個是個人包含這個企業的 大概融資的餘額 已經有兩個億左右 政府和銀行風險共擔 通過機制創新 合力破解當地中小企業 發展過程中的融資難題 激發了企業內在的經營活力 然而最終產業要發展 還需要打開市場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 早已成為過去式 以中小企業為主的 先做鴻木家具軍團 又該如何在市場端向外突圍呢 李氏愛是湖北人 20年前專程來到鴻木家具企業 這天他要帶領一位北京來的客人 選購自己企業生產的鴻木家具 但去的並不是自己前店後廠的老展廳 而是縣裡的鴻木共享交易中心 2022年在政府支持 銀行支持 行業背書 和龍頭企業驅動下 先由鴻木共享交易中心建成開業 這是全國首個及鴻木家具融資和銷售與議題的共享交易中心 通過集中展示共同營銷的創新模式 搭建一個開放共享的平台 推動企業從競爭走向抱團 政府一開始是給我們設了一個考核指標 然後呢 我們只要符合他的考核指標 他們就按這個考核指標裡面的不同梯度 給我們進行一個政策性的一個補貼 而在李世愛看來 選擇這個共享平台 不僅是因為它能切實幫助中小企業 去庫存 降成本 破市場 還能夠研拔品質觀 你的這個貨品不好的話也進來不了 大家都是嚴選呢 嚴選才能進這個平台 實際上 品質把控一度是鮮座古頂家具市場的痛苦 鮮座手藝的傳承大多以家族為體系 以個體經營戶的小作坊居多 因缺乏行業標準 家具產品質量參差不齊 造成了列領 驅逐良幣的現象 也讓鮮座產品名聲一路下滑 他們極光盡力出現了一些不合格的產品 標準建立起來以後 什麼樣的產品是合華的產品 什麼樣的產品是不合華的產品 2018年 福建省市場監督管理局 發布了福建省地方標準 先做古典家具通用技術條件 該標準規定了先做古典家具 從用材 加工到塗層的各種生產要求 只有符合該標準的產品 才能放入共享交易中心進行銷售 這是我們工廠生產的一個 外貌內源一個博股價 材質是老挖蕩三支的 我們這個博股價涉及到幾個省帽 省帽結構 省帽結構才是先做 才能在這裡售賣 現在有咱們政府做支持 買了放心 用了省心 然後你買的紅木家具 可以追蹤溯源 在誰家做的 如果出現產品質量問題 可以完全去找它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如今在共享交易中心的六個展廳裡 上萬件家具不僅共享交易空間 共享行業標準 也共享統一的先做品牌 這是福建省古典工藝家具協會 在2017年註冊的 全國業界首個集體商標 只要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 都能夠共享這個區域品牌 大大降低了企業的營銷成本 我們一直在呼籲 我們要打造這個區域品牌 這是我們整個地方 產業發展重重之重的事情 我們行業協會一直在 從另一個門檻 比如指令標準 還有他們成績新穎 他們的新穎度 還有納稅 還有你的企業規模 這等等都作為一個 我們考核門檻的一個機制 想要擦亮先做古典家具的金字招牌 除了標準和品牌 第三方檢測機構的檢測也必不可少 它既能倒比企業研版質兩觀 也能為消費者在購買時提供更為可靠的參考 您好 董事長 葡田市家具產品質量檢驗中心 家具企業負責人奇藥學是這裡的常客 自從檢測中心成立以後 幾乎每一批次的產品 它都會送過來檢測 因為現在消費者對這個產品 它是要求越來越高了 而且紅木家具本身水很深 我們以前是送到東南林業大學去檢測的 那邊很遠 但是現在我們政府搭建的這個機構之後 對我們真的是方便很多 成立這個資金來源有幾個地方 一個省技術監督局 市技術監督市財政 還有現有限財政 我們監督抽查每年整體是加起來 有三四百個批次的話 堅持對它們也形成一定的壓力 反過來要打給它們加錢質量管理 除了質量過關 傳統技術更得手藝過硬 鮮游古典家具製作技藝 在2014年就被列入第四批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在鮮游職業中專學校裡 學生們正在向非儀傳承人王新鳴 學習雕刻技術 王新鳴擅長在竹子上做雕刻 早在2011年 他就和學校簽訂了校企合作協議 並且投入了1000萬元 購買設備和租賃場地 當地的書系政府都很適時 人才確實市場也緊張也缺的 當時校長給我說 如果辦得好 一年可以勝負補助五六百萬 我幾年我成本就回來了 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勵下 企業和學校實現利益共享 王新鳴既是首藝人 也是企業經營者 培訓室做到了經濟利益最大化 學生們的好作品 會拿去參加比賽 掙得獎金 普通的作品也可以當作藝術品賣掉 而隨著校企合作不斷加深 他索性把廠房直接搬到了教室裡 這間實驗室其實也是他生產企業的廠房 實訊與生產合一 吸引了不少年輕人 政府是目的是為了培養人才 但是我們企業有名有利 然後它也給我們創作好多的作品出來 所以我們也願意來 對這個思維裡面去培養人才 覺得這個專業十分的有意思 然後學校也為這個專業提供了 一個相當不錯很好的平台 我覺得這種傳統的工藝 應該由我們年輕人傳承下來 針對中小型企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 面臨資源不足的難點痛點 先由當地打好創新組合拳 奏響共享協奏曲 然而傳統紅木家具 往往只面向高端市場 面對消費市場的變化 如何才能實現逆襲呢 我們繼續來看調查 這家紅木生產企業的設計辦公室裡 90後的設計團隊正在對傳統的紅木家具 進行新造型的開發 他們稱之為新中式家具 馮偉偉是設計團隊的帶頭人 首先從消費群體的主力軍來說 現在的主力軍已經慢慢地延續到 80後90後這一波人群了 他們的接受程度並不是特別大 反而更喜歡說比較現代的 比較輕奢的 給顏色更加豐富的 造型更加多元化的 在企業的展廳裡 馮偉偉和團隊設計出的新中式家具 並沒有摒激傳統古典紅木家具中的損網結構 而是在傳統純粹由木頭製作的家具中 加入了皮翼 亞克力板等新型材質 不僅風格下發生了改變 價格也更為實惠 切換一次你看 用了比較大大學用了藍色的這一款材料 我們做上去之後 跟傳統那種正經威作 舒適度也大大的加強了 然後這種新中式家具的設計 跟現代人的審美是集密結合在一起的 如今 鮮油縣工藝美術相關企業 與個體戶多達2萬多家 從業人員達20多萬人 2023年工藝美術產值高達700億元 鮮座紅木家具產業集群 也成為2023年福建省省批八大中小企業 特色產業集群之一 從曾經一味追求頂天立地的高端市場 拓展到鋪天蓋地的多元化大眾市場 這樣的趨勢已經蔓延至這個集群的每個環節 在先有的紅木原材料一條街上 可以看到曾經一味追求高端的大紅酸枝木材 也逐漸向中低端木材發展 出現了緬甸花梨木頭字樣 從大紅酸枝小藝市場更多元化地去做了一些延伸 比如說現在有一些胡桃木 橡木 緬甸花梨 這些可能材質的這個材質成本要低一些 所以大眾群體更能消費得起我們的這個家具 我們一方面我們成本也降低了 所以我們也可以走量 除了選用價格更為親民的木製 原本的高端木材也更加注重物盡其用 以前加工家具之後 高端木材編角料往往都一丟了之 如今不少企業都在試水將碎木製成箱 便費為保 在產業鏈上更進一步開闢新的賽道 路口去融入盛湖支持 把這個新產業變成我們新有的 以後第二個這個白蚁產業 這是我們這些人在損心嘛 這就是說明說我們先有可以把這個木頭 這個延伸產業延伸鏈做到極致 把木頭發揮到極致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邊一個很大的一個優勢 晚上七點 大多數紅母家具的門店已經關門 而對陳建峰來說 一個新的生意廠才剛剛拉開帷幕 沒有被人知道 當新產品遇上新渠道 碰撞出的是一個開闊的市場新天地 今年剛剛開始從事這個電商直播 然後以我們來說的話 就是說直播才播了幾場嘛 目前取得的成績還是還可以 包括旗號速度 包括銷售額 GMOV都是還是比較高的在行業內 對正在積極下探 中低端市場的鮮油家具企業來說 直播帶貨無疑是一片新藍海 當地政府敏銳地察覺到這一需求 2020年10月1日在鮮油縣政府 牽線搭橋下 一個大型電商直播基地落地鮮油 就是在基地附近租個房子 租個場口直接直播 直播完以後就是這個貨賣出去 可以立馬拉倒地區 直接去自檢 自檢往第二天直接發出去 消費者在直播平台上下單號 商戶把代售的產品送到基地運營中心 由技術人員來建筵包裝出貨 同時為產品出具備案證 這樣的配套機制化解了文碗行業門檻高 非標準化的固有難題 也讓消費者權益得到最大保障 就是說這些價格相對不太高的 在線上還可以比較容易實現銷售 那他們從運營開始 從第一年的差不多年收收十幾個億 達到去年的六十多個億 應該說在這個方面 在鮮油的產品做出去方面 是起到了相當重要的這個作用 不斷地根據企業發展的需要 根據整個產業發展的需要 推陳出新 讓企業能夠遠遠不斷地 得到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引導 包括資金的這種採稅政策的扶持 那它不僅是發展了一個地區的產業問題 它實際上是同時還對一個地方的營商環境 就優化營商環境 那麼做出一個非常具體的生動的安排 我覺得不僅僅是要多做一些 這種血酸送炭的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我們還要不斷 那麼給民營企業 中小企業 送去遠光一路 讓這些民營企業能夠不斷地發展轉大 今年年初工信部等8部門印發 關於加快傳統製造業轉型升級的 製造意見指出 在傳統製造業優勢領域 培育一批主導產業鮮明 市場競爭力強的先進製造業集群 中小企業特色產業集群 今天的節目我們看到 面對發展難題 在政府引導下 先做紅木家具產業集群 從各自為戰 走向利益共享 抱團向市場要紅利 實現了政府有為 市場有效 企業有力的有機統一 解難題 渡難關增活力 小塊頭也能凝聚起大能量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就結束了 感謝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財經資訊 歡迎下載央視財經客戶端 再見